OK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錄了多久 我現在已經錄20分鐘了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一直頂著沒有美容 超奇怪 嗨 大家好 今天終於要來分享我的眉毛啦 那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臉上的 臉上的這個眉毛 那 其實步驟非常的簡單 那我用的產品也就三個而已 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常常練習的話 大概就比較不會有眉毛相關的問題 可是一樣有問題還是可以來問他 我跟我說不會分享 就是我錄這個影片啊 這樣以後表現問題我就可以複製貼上 好 軟上 OK 那等一下你在看眉毛的時候可能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你會發現我眉毛非常的軟 看得到嗎 就是我的眉毛啊 下面有一些雜毛 這邊也是 會有一些 雜毛 那其實是因為呢 我 我最近在試那種 眉毛的滋養生長精華 我想知道到底有沒有用 你卸妝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會說 欸眉毛不見了 真的非常困擾 所以 呃 我就是在擦那個增養精華啦 因為還不知道有沒有用 所以我想說可以 就是試試看 如果 沒有用的話 我也可以分享如何修眉毛 沒有一舉兩得 所以呢 呃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眉毛啊 呃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快去看吧 嗨 嗨 那 現在就要來 就是 畫眉毛了 那 呃 我現在底妝 呃 唇膏 修容 腮紅都已經上完了 所以 現在就是塞眉毛 我先讓你們看看 如果 如果你今天上完 像可能會刷睫毛膏 或唇膏 腮紅 真的 如果你都完成了 然後可是你 眉毛是空的好 對 像我現在這樣 很奇怪 就是 遠端 很遠的時候看 啊 這麼遠的時候看 會發現我的 這個比例 會很乖 就是我的耳朵很高 就因為你沒有眉毛嘛 像我沒有眉毛的人 就這樣 好 那 呃 今天用到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 ZA的 眉筆 對焦 OK ZA的眉筆 然後 再來是 CAPE的眉粉 我現在不能指 反正因為它裡面 有點 那個 斷掉了 就是它有點 斷掉了 所以 我把它立起來 然後它會全部就掉出來 然後第三個是 KATE的 染眉膏 BR1 BR1 好 那 呃 我先跟大家說 就是 呃 我現在啊 就是 好 我現在 我介紹的那個 呃 產品 我覺得 就是大家沒有必要跟我用 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知道 很多的 讀者都是學生 所以 呃 我覺得呢 如果家裡有類似的產品 就可以先試試看 你的練習 不用說一定要 家裡有 然後還是跑去跟我買一樣的 我覺得這樣 好像有點浪費 呃 而且 像美粉這種東西 其實可以用很久 真的 除非像我剛剛那樣 我已經裂開了 那你就要重新用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 它就是一個 呃 你就要都只能放在 呃 家裡用 會買ZA的原因呢 大概就是 它還蠻便宜的 然後那時候應該是有大折的關係 所以我就買它 呃 沒有品牌偏好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選自己想要的美筆 好 那 第一步驟的話呢 等一下 第一步驟的話 眉筆 呃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眉毛 你看看這個好少喔 我眉毛 然後呢 呃 第一步 我右手就掛 喔 好 我的右手就掛用手 所以呢 我會這樣子先畫左邊的眉毛 那在畫左邊的眉毛的時候呢 我在看旁邊的鏡子 所以 可能不會一直看鏡子 好 呃 畫那個眉毛 那 呃 第一步你要先想你的眉毛畫多長 因為其實像我們的眉毛 大概長到這裡 可是 我是我的眉毛 會長到這裡 但我建議你們 呃 把眉毛往後拉一點點 看起來 我覺得我 呃 眉毛比較長的時候 比例會比較好 所以呢 第一步驟就是先把眉毛下面拉長 那我就先來畫 那我就先來畫 看到 好 我大概把它拉長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是我要的長度 長度跟臉型的這個 符合的比例 就是要看你們 自己常常畫出來 我以前 你們可以去幫我很久 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照片 眉毛有時候很短 有時候太長 有時候太粗 有時候太細 都是 就是慢慢畫出來的 所以 呃 多練習 你們可以在每天回家 說 你在那畫 反正這樣也沒有人看到 對不對 好 那我之後繼續畫 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個尾端拉到你要的位置 之後 再來就是決定眉峰的位置 那 呃 其實平眉並不是說沒有眉峰 只是說眉峰不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你知道 可能以前的眉峰是這樣 那我們把眉峰改成這樣 看起來像平眉 因為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眉毛畫完全平的話 好 這樣對不對 然後你低頭看 眉毛是往上 我有時候畫眉毛就會這樣 畫太平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拍照講說眉毛是 就是這樣子的狀態 可是你看 如果你眉毛畫得有點微 眉峰 然後微微往下這樣吹 你往上看的時候 是不是平的 像正常一樣 對吧 所以 呃 我們還是要找到眉峰的位置 好 那眉峰的位置呢 我找的點呢 就是 眼皮 這個眼皮呢 往上長 就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 眼皮 喔 睫毛蓋住我眼皮 眼皮 眼皮這裡 往上長 所以我眉毛就是差不多是我們 呃 後面消失的眉毛 開始的那個位置 那我就先來畫喔 微微的決定了一點點 很棒 把它稍微的 從尾端 連到 最尾的端 然後再來 就很簡單 最難的步驟 我覺得就是 決定你的尾端 跟你的腳 因為常用這個步驟 決定好不好 會影響你 整個眉毛的情況 好 那 你決定好尾端之後 就開始把它往前延伸 你剛剛是這個點嘛 那就開始把它往前 這樣往前拉 這邊都沒有什麼技巧 有嗎 哇 突然有點差距了 好 那 我喜歡畫比較長的眉毛 跟 中間比較 稍微集中一點點 我覺得這樣對 呃 你的那個 眉毛的立體度好像比較好 其實我現在很熱 我在流汗 我穿了毛衣 不知道在幹嘛 好 嗯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畫 好 我們就是 我畫好在跟你們說 我喜歡畫到很 很棒 大概畫這樣 到這個位置 最好會做的事情呢 是拿手 稍微 把前面暈開 這樣一下 因為 我們是用筆嘛 所以你一定會造成 你的眉毛會有一個 就是那個 畫那個筆的刷 所以你要用手刷 把它圍暈開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的眉毛 看得出來齁 就是還蠻自然的 喔對 我ZA的眉筆的顏色選擇的是灰色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呢 我 為什麼每次都 好 沒關係應該不會想 好 眉筆的顏色 灰色的原因 是因為我 選灰色 我就畫起來很像 正常會有的眉毛 我其實就是在補 你們 正常應該有的眉毛的樣子 我把它補上去 因為我沒有正常的 那麼多的眉毛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看你們的狀況去選 因為有時候我不想要畫太多眉毛 我就簡單 這樣把它補齊 我就出了 眉毛的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們現在這樣就先算第一步驟完成 那第一步驟完成之後就是第二步驟 第二步驟就是 畫另外一支眉毛 但這次眉毛我們不是從尾段開始畫 因為你已經畫了一遍 眉毛另外一支眉毛 一定要跟它對齊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從這個畫完之後 你要從頭開始畫 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畫了 所以你頭要跟它對齊 把頭對齊 然後 繼續往後延伸喔 那一樣呢 上面就畫到眉毛的點 就把它停下來 看不清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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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個長出來對不對 好 那 我目前 比較 因為我這邊用的是那個 電腦的視訊進口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光線看起來不太一樣 到底不一樣 好 假裝一樣好了 其實沒有一個人眉毛是 完全長對稱 然後這樣很奇怪 所以你畫差不多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下一個步驟 好 下一個步驟呢 OK 先講一下剛剛的那個步驟啊 我先給你們看 我現在畫眉毛 是這樣 對 那 現在眉毛畫好之後呢 你差不多覺得 形狀是你要的 你就可以畫下一個步驟 那 呃 如果你覺得形狀不是你要的 你需要用的工具就是 棉花棒 棉花棒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通常啊 我們畫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尾端 不夠尖 你要試你的眉毛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出去 然後長方形 後面這樣 整個 整個方形兩條的話 就會很奇怪 所以 呃 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尾端要是尖的 這樣這樣 然後 OK 好 第二階段 眉粉 哇 我很翻眼看 你懂 就是我剛剛拿的那個Kate的眉粉 呃 這個眉粉我也一樣沒有偏好 我覺得 只要顏色多 就 無所謂 呃 沒有任何的偏好 我記得我 買Kate之前的前兩個 都是用integrate的 所以大家可以照自己 想要走 我個人是覺得找便宜的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用起來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好 好 那我用 沒辦法示範你的顏色 我 好像可以 好 我用的顏色是 中間的顏色 跟最淺的顏色 然後 等一下 好 在旁邊把它暈開 我都已經碎掉了 我要趕快去買新 好 淺色 淺色的話呢 是從眼的眉頭開始畫 好 所以我是 這樣 我會先把它 就是 因為 我剛說的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是用眉筆去定你的光光 等你定完光光 你所有作星都是相合力 所以 應該沒有很難 K 另外邊一樣淺色的 就是淺色 兩個淺色的混在一起 有齁 看得到吧 好 再來呢 用的是 最深的顏色 最深的顏色呢 就是 就是你眉粉牌裡面最深的顏色 最深的顏色呢 我把它加在 我給我一端 有沒有 這個沒有 這個有加 這個沒有加 是不是這個顏色都很不均勻在尾端的位置 這個就比較均勻 對吧 好 繼續 好了 有沒有完成了 再來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刷鼻影 然後呢 我刷鼻影的方式 跟大家都差不多 那用的就是最淺色 那我這顏色已經 就是都斷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隨意在旁邊刷一些 好 那第一步呢 就是一定要先彈一下在手上 不要讓它抖濕 第二步呢 我知道有些人的畫法 是直接這樣 整條這樣刷 可是我覺得這樣 然後 真人看到你的時候 會覺得很怪 那我畫的方式呢 是你先找到你的眉頭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它會有弧度 你看得到嗎 就是一定會有弧度 就是在那邊這樣一畫 就是眉頭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弧度 就是你要從眉頭開始畫 不要就是塗那一條 所以你要做的是這樣 眉頭 然後 從眉頭一直往前推 就是 不要是就甩那一條 一定要從眉頭往前推 就吧 其實我都沒有畫很多啦 我覺得都是心理作用 好 再一個 這個也是 眉頭 對不對 眉頭在這喔 眉頭 後退一點 眉頭 然後往前推 然後反覆刷 眉頭 反覆上去刷 就這樣就好了 我好像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 如果覺得太多 或是太少 再佐量自己去增加 通常我會覺得太多 因為 不知道我一直覺得 比你這個有點難抓 所以我都會 摔一摔下去 好像太多了 然後就拿粉底 稍微把它這樣按壓 讓它顏色沒有那麼over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的眉粉 第二階段完成了 第三階段 就是 將將 染眉膏 染眉膏其實牌子我真的也就沒有差 因為我發現染眉膏的那個 就是 可以用非常的久 所以 然後 我就覺得它其實 好像改變不太出差 然後 我上染眉膏的方式 就是直接這樣塗上去 那我知道有些人上的方式是 會從後面這樣 然後往前刷 所以不會擠塊 可是我好像那樣比較會擠塊 所以我覺得都看大家 牌子一樣 不要跟著我買 你們就買 用自己手邊有的 或是去買 呃 自己喜歡的就好 好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塗嘛 我 就因為沒有技巧 所以我就直接塗囉 就是這樣 直接把它 把 往 往 後 花 花 花完了 你覺得有差別了 好像有一點點 顏色比較深 好 這邊有時候往後花 好了 然後 呃 再來我們就是要等 那個 染眉膏乾了 呃 你會發現在你刷了染眉膏 是會有些空洞跑出來 因為 譬如你頭髮本來是這樣 稀稀弱弱的這樣 站在那裡 那你刷了染眉膏之後 它會被截起來 所以下面這個就是空洞 所以我們要稍微用眉粉 或是你眉筆也可以去 比這個空洞 你們看我現在的地方 這樣 那 空洞的話呢 我用這個紙 空洞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 還有 這裡 對不對 所以呢 就先拿素眉筆 然後 來補這個空洞 在這邊補喔 在這邊補喔 好 有齁 然後 前面 在這邊補 我等於會上蠻多層的 因為我很容易在外面玩一玩 然後眉毛就不見了 就很尷尬你知道 我就回家的時候 瀏海就要 不能帶這個 瀏海就要這樣 瀏海就要這樣放到這裡 因為如果這眉毛的結就要放到這 這眉毛的結就要放到這 就是出門有點擔心 好 這邊的空洞好像比較細 好 隨意補一下 再來 一樣要像美粉去把它 就是補一下空洞 圓一點 這樣子 有嗎 有齁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的上的方式 放上的 幹嘛 上的方式有點就是 反復上 就是讓你的眉毛呢 去盡量填補它的空間 所以 基本上我的眉毛 這樣就上完了 你看 從遠方看 它會覺得我 耳膚很高嗎 應該還好 比例感覺比較還好 然後 基本上 就是我的眉毛就完成了 其實是非常簡單 就是我覺得最大的 重點就是要練習 因為 眉毛這種東西 你很容易 在白天出門 在趕的時候 畫痕跡就畫錯了 超煩 可是其實 你回家說多練 就 可能會畫得比較好 可以啦 不是可能 是可以 會畫得比較好 好 那今天就是我的眉毛分享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啦 我要趕快走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